人们常常被教导要坚持自我,不要过于的看重别人对于自己的评价,但是真的在大多数的时候,别人的评价对于我们来说,都是完全没有办法忽视的,甚至会超过自我的评价。 这虽然是独立的个体,但却往往会很重视其他个体对于我们的看法是,如果别人对于你提出的不好的评价的话,那么也是会造成非常大的伤害的,而很多时候我们只能够选择忍受着,不敢做出太多的回应。 但郭德高就不是这样了,面对别人的评论也是狠狠的,对了回去,也是因为这样引起了人们的支持。 这件事情被人们所得知,也是因为他发布的一条微博,作为喜剧界的一个大人物,他所说的话也自然让人们很重视了,所以这条有暗示性的微博,也是让人们很快就赶过去关注了。 表面上看这条微博,只是简单的在讲述一个笑话,但其实仔细看的话,还是可以发现郭大爷是已有所指的。 特别是最后那句孙子,也是表达了他的态度了。 简单的把微博看一遍,就可以发现,他其实是在讲述外行对于内行的评价,而对于他来说,外行人是没有多少资格去评价一个内行人的, 所以,他也是把他自己的态度给摆了出来,甚至在最后还调侃对方为孙子,也也可以看出,郭大爷也是很强劲的了。 但其实对于这样的事情,观众们也有更多的看法,有的人觉得郭大爷做得没错,确实外行不应该做出太多的评价, 只是用他们的看法来糊弄专业知识而已。 但更多人还是觉得或许应该多听听其他人的评价,毕竟话虽难听,但毕竟还是有指导意义的。 听多了他人的评价,才可以让自己努力的去做得更好,自然也就不会有太多的议论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